如果今天你要选择一辆便宜 大快 可以载人又可以在行里的代步工具 那这一辆车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只要三万多到四万多令吉 就可以买到全新的 Beza 加上这一台车它的这个构造简单 实用到来又很耐操很耐用 算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选择啦 只不买这台车啊 它这个保养费用是多少钱呢 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算一下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普通的保养啦 首先这一台车它是有分成这个1.0 还有1.3 的版本的 那基本上这两个版本都是一万公里做一次保养 不过在黑油的这个容量方面是有点不同啦 这个1.0 的版本它就使用3公升的这个机油 而1.3 版本就是使用4公升的机油 两者呢都是使用这个0W20 的全合成机油 费用包括这个Oil Filter 到来大概是150-170 令吉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列表也可以看到啦 平均这个Beza 它每次的这个Normal Service 大概都是在百多 两百多之间 当然比较贵的那一车呢也是有换别的东西啦 像是这个Spark Plug 啊 还有就是这个Air Filter 那Air Filter 呢这台车它是每4万公里换一次的 至于Spark Plug 就比较不同 因为1.0 的版本呢是每2万公里换一次 至于这1.3 版本呢是10万公里 那我相信它用的这个应该是这个Iridium的Spark Plug 来的 那除了Normal Service 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这个Major Service 了 它会比较贵一点啦 主要是因为它换了这个牙油 在牙油的部分 因为这台车有这个自排版还有手排版 所以价格也是有所不同 因为Beza 它 1.0 和 1.3 都是使用一样的变速箱 分别是四速自排 还有这个五速的手排 那在四速自排的部分呢 价格就可以看到了 它使用的是一个3L 的 ATF 牙油 费用是在107.07 至于手排呢 则是使用一个2L 的牙油 费用为29.6 在这一方面这个手排版本真的是便宜很多哦 哦 还有一个每4万公里要换的 那就是这个BRAKE 油啦 所谓的刹车油啦 那这个刹车油其实也是费用不高 价格只是21块 算是蛮负担的期的一个价格 那讲完这些油油水水啦 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消耗品的部分 首先我就讲一讲这个BRAKE 皮 也就是刹车片了 BRAKE 采用的是这个前叠后骨的配置 因此它所需要更换的刹车片 只有前面一对而已 在价格方面大概是在一个 160-180令吉之间啦 那其实除了原装的这个品牌以外呢 外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品牌可以选择 然后也有不同的材质 在性能方面也是有所不同 所以这一个价格呢 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如果你选择更好的这个材质的话呢 就更加的贵咯 接下来就是 轮胎 那BRAKE 在这个轮胎尺寸部分也是有所不同 主要是因为这个1.0它使用的是14寸的轮圈 至于1.3只是使用15寸的轮圈 在这边我们也做出这个列表给大家参考一下 1.0版本的BRAKE 它所使用的这个轮胎尺寸为175 65 R14 至于1.3的BRAKE 用的这个尺寸为175 60 R15 在价格方面呢大概都是在一个100多到200多一条 主要也是看你选择的这个品牌 还有最重要的是款式 还有它的这个材质啦 分别是有这个节能胎还是性能胎等等 除了买来代步以外啦 我相信不少朋友选择这个PRODO BEZA 也有可能是拿来做生意 那就是开GRAB了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高理数的一个动作 算是初用了啦 那因此在这里尾列出一些 你初用之下可能会需要更换的零件 首先就是这个Engine Mounting了 因为这个1.0的BEZA它使用的是3缸引擎 所以在这个Mounting的部分呢 它的寿命可能会稍微短一点 至于1.3版本呢 因为它是使用4缸引擎 那它就会长一点咯 在这里我就列出这个BEZA Engine Mounting的价钱 这个价格呢是1.0和1.3的版本 都是这个价钱的 接下来呢在初用之下 你可能需要更换的是这个Absorber 那这个Absorber的价格呢 大概是一支100多令吉左右 这个同样的Absorber方面 除了有原装以外 你也是有很多这些Aftermarket的品牌可以选择 甚至有这种Heavy Duty 初用型的可以选择 价格也是大概在100多到200多之间啦 那如果你真的是买这台车来初用啦 做这个高理数的驾驶的话呢 那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个BEZA 它无论是1.0还是1.3的版本 它的引擎都是使用Timing Chain 也因此你就节省掉这个更换Timing Belt的费用啦 当然不是讲这个Timing Chain不需要更换 它还是需要更换的只是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长 可能到一个10年左右 甚至可能你到你卖车的时候啦 你都还不需要更换这个Timing Chain 嗯 这辆车大致上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这样啦 因为这辆车其实会坏的东西并不多啦 所以我才讲这辆车基本上是很好养的 如果真的真的要注意的话啦 那就是这一台车可能你如果是买这个BEZA顶级版的话 你可能就要留意它的电池了 因为它是有这个怠速吸火功能的 所以它的电池方面呢它会比较贵一点 它使用的是这个所谓的EPV电池啦 那价格是大概是一个200多到300多之间 在这方面呢我也顺便就列出这个BEZA 所使用的这个蓄电池的这个价格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还有啊 如果你真的是买这个BEZA来加GREB的话啦 那可能你的这个冷气就会比较快不冷一点 通常都只是要进GAS而已啦 价格大概是在80到100令吉之间 如果真的很不好踩 你是中这个Compressor坏掉的话呢 我们问到的价钱是 换这个Compressor包进GAS的话 大概是在950令吉左右 不过呢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啦 其实这个Compressor如果坏掉的话 通常只需要换掉里面的这个Clutch pulley而已 不需要整粒Compressor换掉 那换这个Clutch pulley的价钱 大概是在350到400令吉之间 那在这里我们也大概为大家算一下 你买这个Perola BEZA的这个仰车成本啦 我们假设你一年开个2万公里 5年下来你的这个保养成本分别是这样 那从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1.0的这个总数 会比这个1.3的总数稍微低一些 所以小CC的这个版本呢 还是比较便宜仰一点的 当然如果你开GREB的话 这个5年就不能做准啦 至于在汽车保险的部分呢 我们以这个0.8线的NCD来计算啊 它的这个价格分别是这样 大概是1000多令吉这样啦 那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做的这个 Perola BEZA的保养成本还有费用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一台车的表现如何 可以点击上方这个小白点 之前我曾经为大家试驾这一台 四门具体跑车 不是 家庭轿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PRODA BEZA它的保养费用是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那在这段期间大家就乖乖搭在家 不要乱乱出门 多收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点击这个小铃铛 那我们有新影片的话就通知你啦 我是小铃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下回再见 拜拜